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地球的自转与一天 地球每天都绕着自转轴在旋转 这个自转轴恰巧正指着北极星的位置 除了自转之外,地球还会绕着太阳公转 从北极星的方向往太阳系的方向看 地球的自转与公转都是逆时针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个影片来看看地球转动的方式 首先地球会绕着自己的自转轴做一个自旋 同时以太阳为中心,绕着太阳做公转 那地球自旋的时候呢,就是绕着这个自转轴 这自转轴基本上是一个23度的倾角 做一个自旋,逆时针自旋 这个自旋是以从北极的方式往下看的时候 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 同时绕着太阳公转也是逆时针方式的公转 地球自转一周呢,它总是一天 你可以看到这边照着阳光,这边是白天 没有照着阳光的地方就是晚上 公转一周呢,就是一年 我们继续看地球转动的方式 然后就这样子,公转 同时不断地自转 当地球自转的时候,从我们的感觉来看 除了感受到太阳从东边升起向西边落下 其实天空中的星星也是类似的轨迹在运动 但是由于地球倾斜了23.5度 所以如果我们长时间看着星星的运动轨迹 它们会形成一种以北极星为圆星的同星环 以这张图为例 中间的轴代表着地球的自转轴 两边的人代表相隔的12个小时的同一个人 人脚下所踩的相切于地表表面的 正是所谓的地平线 遥远的北极星所发射的光线 到达地球的时候都是平寻于地轴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会感觉 北极星是在北方阳角23.5度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通过天球的模型来进行演示 中间这个保力龙球相当于是我们地球 那中间有一个人站在北纬23度的位置 就是那个土地的位置 底下有个小圆盘 小圆盘就像是我们的地平面一样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23度角 如果我们从这边看过去的话 北极星就是这个竹签所顶到的天顶的位置 其他就是在羊角23度左右的位置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假设整个地球在旋转的时候 事实上相当于是天球在旋转 我们天球在旋转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整个天球在旋转的时候 我们人看着地平一线 羊角23度的北极星 它的位置并没有移动 而是整个天球的星 在星球在做移动 这是我们看到的感觉 当地球自转一周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一天的过去 但是每一天的白天与黑夜 都刚好是12个小时吗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 通常北半球的我们会在夏天的时候感觉白天长一点 冬天的时候呢 白天则短一点 这也就是 这是因为地球自转又有个倾斜角的关系 夏天的时候 阳光直射北半球 从这个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以夏至那一天为例 阳光直射着北回归线 这时候赤道上的人 刚好会有12个小时的白天 与12个小时的黑夜 对北半球的我们来说 看到阳光的时候就会长一点 甚至靠近北极附近的区域 还会有永咒的现象 这是夏至的时候 太阳跟地球的位置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阳光基本上是戎罩的北极圈 所以北极圈的范围就叫做永咒 他24小时都看得到阳光 反过来说 冬天的时候阳光直射南半球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以冬至那一天为例 阳光直射着南回归线 这时候赤道上的人 也刚好会有12个小时的白天 与12个小时的黑夜 但是对于北半球的人来说 看到阳光的时间就会短一些 而北极附近的区域 则会有永夜的现象 这是冬至的时候 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倾斜角是这个方向 倾斜角是朝向 太阳的另外一边 看一下 这时候呢 事实上北极这边是照不到阳光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北极圈 在这个冬至的时候 北半球的北极圈是永夜 除了太阳升起的角度有所差异之外 如果我们可以每天记录太阳在天空的轨迹的话 我们会发现太阳每天的轨迹都不相同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以上就是地球的自转于一天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